好,现在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感测器原理应用的第一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我们要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感测器原理的一些基本的观念 那我们先看一下,假设我们知道今天要知道天气的状况是怎么样 比方说你要温度、湿度,这时候你可能就要有一些像温度感测器的东西 就可以去量相关的温度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湿度感测器 如果说你要知道我的体重到底有没有增加,你可能用一个电子磅秤 这个电子磅秤里面就有所谓的荷重元件 或者是说这个电子磅秤有的也是可以用硬电硅 你给它一个力,然后看它产生形变 来了解说你到底现在的重量是如何 好,假设你太重了,现在要进行一个硕身 这个硕身机器 那有些机器它是可以利用这个振动 就是你坐上去之后它开始产生振动 然后它就说这样可以帮你把脂肪把它削掉 那这种侧振动呢 因为你给它一个力,然后这个你的肉呢 就会在上面,就是会上上下下的起伏 如果你要看到这个振动的这个状态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加速硅 另外呢,假设你在家里呢,希望装设一个监控器 如果有人呢,入侵的时候,它就可以自动的这个来录影 那在这个监控保全这里面呢,你可能会用到一个红外线感测器 因为人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个动物 它会散发出一些这个红外线 那这个红外线呢,就可以由这个红外线感测器所接受 另外呢,在这个录影机里面呢,有一个CMOS的这种感测器 影像感测器 它就可以去拍摄你的这个相关的影像 好,那现在呢,大家应该就有一个概念的 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个感测器呢 基本上就是把一些物理量的变化呢 转成一些电气量,物理量 这个是物理量的变化 主要是物理量的变化,把它转移成电气量的变化 那么物理量呢,比方说刚刚有提到的 温度、湿度、压力、重量 那当然还有像长度、角度、湿度 这些都是所谓的物理量 那什么叫电气量呢? 就是跟电有关的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电路的处理 然后再经过一些微处理器 这就是所谓的电气量 那这电气量呢,比较常见的 比方说有电压、有电流、电阻 还有这个可能是一个讯号的频率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在这个我们这个常用的这种感测器里面 它们都是把这个物理量呢,转换成三个主要的电气量 这个三个主要的电气量呢,就是电阻、电流、电压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用那个温度感测器来说 像有这种电阻式的这个温度感测器 叫PT100 那PT100呢,它呢,假设它在零度C的时候 它的电阻叫R0 然后呢,它每上升一度就会增加这个α的欧姆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成R0 加上αT 那这个R0呢,就是所谓的零度C时候的这个电阻 那α呢,是温度系数 它就是说你每上升一度C的时候 会产生多少欧姆 那另外呢,比方说你可以有那种电流型的这个感测器 温度感测器 像感温ICAD590 它就是温度的变化会产生一个电流的变化 那同样的,它也具有这样的特性 就是这个I of T 会等于I0加βT 那这个I0呢,就是零度C的时候的电流值 那么β呢,一样是温度系数 它现在单位呢,是度C分,就是这个μA 就是每上升一度C会产生多少μA 那也有说呢,这种所谓的电压式的这种温度感测器 像这个感温半导体LM35 它就是这个V of T 会等于V of 0加γD V0呢,就是零度C的这个电压值 γ,一样是一个温度系数 它单位呢,是每上升一度C的时候 会增加多少μV OK,这个就是怎么样呢 把这个一些温度的变化 然后把它转换成不同的这个电气量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感测电路 它的系统架构 那基本上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个有一个感测元件 那这个感测元件呢 它可以侦测到物理量的变化 就是把物理量的变化呢 变成所谓的 不管是电阻电流或电压 或者是频率 然后接下来呢 这些电阻电流电压呢 就会透过所谓的转换电路 然后呢,把它变成电压的讯号 这个βVA 这是电压的讯号 OK 然后呢,这个电压的讯号呢 通常会经过一个所谓的放大电路 会放大电路 把这个电压讯号再进行一个放大 然后呢,再送到所谓的一些输出 这个所谓的指示 像这个出来之后 你可以把它这个显示在类比电表 用类比的电表来 来表示这个类似像温度这样的 或者物理量的一些变货 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它输入到一个 所谓的数位式的这个电表 或者是说呢,你直接把它送到这个微处理器呢 或者是一些这个电脑去做一个显示 或者是说把这个得到的讯号呢 用来做控制 比方说温度过高 我是不是应该启动器机 这个我们都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控制单元 好,那我们就 再把刚刚的东西就再看一下 就是说,这感测器呢 基本上就是把物理量的变化 转换成电气量 那转换电路呢 是把电气量变成电压 变成电压 记得,电压的话 我们才会比较好处理 那么放大器呢 就是把这个电压的变化呢 做一个适当的放大 来组合这个后面这个指示器 这边的一些规格 那这个指示器跟控制单元呢 比方说像你有一些类比的指示啦 数位的指示啦 OK 那这个像类比的指示的话 就是像这种 各位如果有看过那种 就是单用电表的话 它有一种指针式的这种电表 那就是一种类比的指示 它就会把你刚刚的电压呢 把它显示出来 那另外一种呢 是把你放大之后的这个delta-b 就是这里 这个放大之后的这个电压 然后呢 透过一个类比数位的转换 ic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数字的显示 这个有点像说 我们那个数位的这个电表 然后另外呢 就是把这个delta-vb呢 拿来做一些自动化的控制 比方说就像我刚刚讲的 温度如果太高 这个电压如果太高 代表温度可能太高 那太高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启动冷气 那如果太低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这个 这个启动一个这个 所谓的暖气 所以就像这样子的控制单元 OK 那最后呢 有一个参考电源 这个参考电源呢 是让这个感测器的物理变化 跟转换电路的输出呢 能够维持稳定跟线性 那稳定就是说 不希望说你的电压 因为这个电源的变化 造成你的量测的一些误差 那线性呢 是为了比较方便计算 如果你不 如果不是一个线性关系的话 你可能 作于不同的电压的变化 你可能会 就是说它可能代表的是 不同的这个 这个温度的变化 像可能在这个 这个如果你是线性的话 可能是比方说20到21度 它都是增加一个欧姆 然后98度到99度 它也是增加一个欧姆 如果不线性的话 也有可能就是说 你20到21度 你增加一个欧姆 但是可能98到99 它可能增加了两个欧姆 那这样的话呢 你在这个换算这个温度的时候 你去温度的时候 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说 它有一个线性的关系 那么其实呢 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感测器 比方说像光感测器 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开关 进阶开关 那就是有东西接近的时候呢 它会就是 侦测到会on or 那压力开关呢 就是会看你的这个压力的变化 然后可能是用电阻的方式来加以呈现 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像超音波感测器之类的 这个是常见的 但是这个不止这些 这个感测器呢 有几千几万种 这种不同的感测器 OK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简单的一些感测器的一些相关的应用 比方说像光感测器 那光感测器呢 你也许在生产线上可以用来做这个瓶子的技术 那这边呢 是一个 这个扩散反射型的这种光感测器 但它碰到的时候 碰到的时候 它就会反射回来 所以 只要有经过一个的话 你就会接受到它本身的一个讯号 这个是光感测器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种是透过型的 就是说如果东西有过来的时候 那它就会阻挡到这一个感测器的这个 发射端的讯号 那这接收端就接收不到 所以你可以根据这里的讯号 来了解到底有没有物品通过 那么进阶开关 这个可以用来做一些 这个像位置的侦测 或到底有没有物品通过 那当物品通过的时候 那这里呢 就会有一个讯号 改变 那同样的呢 这个就是有这样这个 Tapping Tapping 然后来检测说到底一样 有没有这个物品的通过 这个进阶开关就是 这个侦测到底有没有物品通过它 那压力开关的话呢 因为它是靠压力嘛 所以呢 你可以看它到底有没有吸附上来 有没有吸附上来 那晶片到底有没有吸附 因为你要吸附的时候 你吸附的时候 那压力就改变了 一般来讲 你要用这个压力的方式 来吸附物品的话 就是要把它抽正空嘛 那外部的话是压力比较大 那你抽掉了这个 就压力比较小 所以 比方说像这个的话 这个下面的压力大 然后在这个吸附的这个地方呢 压力比较小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力量 把它顶住 那另外呢 还有像这个超音波 超音波 OK 那所以 其实呢 在生产线上呢 你可以去检测一些 到底物品 有没有通过 然后呢 你可以做技术 像装箱 装箱 一箱可能要装个24瓶 你怎么知道已经24瓶 就看它有没有通过 OK 所以这种感测器呢 在这个所谓的生产线上的应用 也非常非常广泛 OK 好 这是我们对这个感测器的东西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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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